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能排在第13到第18的选手分到了第三组 19到24位是排在了自由操这个项目 那么今天为了更好的观看比赛 我们也是刻意邀请到了中国体操队领队叶志南之导 和我们共同为大家解说今天的比赛 叶志导您好 喜爱体操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那么在经过了这次的女团比赛之后 我们先来请叶志导点评一下这次几支队伍的表现 女团比赛的还是比较紧张激烈的 最后是上海队以稳定的发挥获得了冠军 然后是以黄慧丹等新手为主的一个浙江队 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湖南队过了第二 实力比较强的湖南队人员也比较整齐 可惜他们在比赛中出现了几次大的失误 所以到了第三名 由于赛前洛费卢的受伤 使上届的亚军广东队退去了第四位 从整场的比赛来看 上海队在跳马这个项目上近半年进步比较快 所以也是他们自身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其他的队跳马这个项目 整体的起评分不是特别高 所以这也是说经过预赛以后 各个队在准备决赛的过程中有敌放肆 所以训练上还是有所收获的 那么我们再请您对今天的女子个人全能 金牌的争夺做一个前瞻 目前女队现在这个最具实力的 就是姚金兰和这个桑春松 因为这两个队员的话 也是目前中国女队的顶梁柱吧 因为老队员和年轻队员都存在不同的弱项 目前这个中国女队也处在一个低 所以说人员的人才的厚度 还不是像男队那么整齐 所以今天谁能拿冠军 他要看比赛的发挥 好我们现在看到四块场地 选手们已经开始在做准备活动了 第一组的选手就是全能成绩排在前六名的运动员 他们要比的项目是跳马 第二组的选手比的项目是高低杠 第三组比的是平衡木 第四组比的是自由操 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呢 进入个人全能决赛只有24位运动员 那么并不是说资格赛排名 全24名就可以参加 而且因为每个队呢 他都有一个名额的限制 每支队伍只有两位选手 所以呢在预赛当中排在第七位的 像浙江队的罗欢 排在第十三位的湖南队的邓春芬 排在第二十二位的湖北队的何楚楚 福建队排名第二十四的黄佩军 都是因为是本队在个人全能比赛当中的第三人 所以呢是没有能够获得今天的比赛资格 依次呢把这三个名额往后 推给了在后面排名的选手 那么在这次赛前我们接到通知 广东队的刘婷婷和安徽队的李曼玉是退赛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在跳马场地做练习的第一组的选手 他们也是实力最强的一组运动员 这是浙江的黄卉丹 他将第一个出场 跳马项目的出场顺序 首先是黄慧丹 然后是福建的姚金南 接下来是湖南的商春松 再后面是上海的肖康军 上海谭思新第五位尚 浙江队的吕佳琪是第六位出场 全能的比赛是场上四个项目同时进行 相对来说跳马的比赛进度要稍微快一些 现在画面上看的是福建队的姚金南 这是湖南队的商春松 她也是一位土家族的小姑娘 这次在预赛当中跳马这个项目 目前参赛的女选手当中 已经有五人次能够跳6.0的难度了 像在今天的这一组的就是第一组的比赛当中 姚金南预赛的跳马能够达到5.8的难度 就能够时间到比赛开始 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跳马的比赛 马上要开始 首先上场的是黄汇丹 黄汇丹的强项是高低杠 跳马是它相对较弱的一个项目 来看一下黄汇丹的跳马 好 我们看它做的动作 剑着小翻 肢体护空翻 转体360度 在落地的时候往前迈了一大步 这是一个价值5.0的难度 我们看黄汇丹 她的身材比较修长 腿部力量还有所欠缺 所以跳马呢 还是她的一个弱项 在她之后上场的姚金南 能够跳5.8 作为一位女子全能选手 如果想在国际大赛当中 有所建树的话 全能比赛跳马的难度 不能太低 首先 因为四个项目的起零分 是决定你有没有实力 去争夺冠军或者奖牌的基础 对 而且跳马这个项目 很容易把难度分拉开 像5分和5.8就差了0.8 而你想在其他项目上 把难度分提到提高0.8 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我们知道一串连接成了 也就0.2 得分12.367 她的完全分只有7.367 因为她的落地往前迈了一大步 所以这个得分有很大的影响 下面我们看姚金南 她也是这一组 不过转体的周数要多整一圈 好 她今天完成得非常好 只是往前跳了一下 这个按规则呢 这一步可能要扣0.3分 但是我们看她在第一腾宫的高度 和第二腾宫的高度 包括这个空中的姿态 保持的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落地 基本落地往前一小洞 5.8能跳成这样 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位拳头选手 她目前也是我们中国女队 一线选手 这个跳马实力比较好的一个选手 因为赛前一个月的时候 姚金南的脚腕有点小伤 所以她这次比赛 也是带着伤臂来参加比赛 所以运动员要想取得好成绩 要克服各种困难 包括身体上的 还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跳的得分 在第一组 也就是实力最强的 预赛最强的前六名当中 大部分的选手的难度 都是在5.0左右 像黄慧丹预赛5.0 商春松 肖康军 都是跳5.0 姚金南实际上实力比较平均 商春松她有 她的强项是自由超 高低杠 跳马相对弱一些 得分14.334分 这一项她就领先了 刚才车场的好汇单2分 现在是商春松 她跳的动作是 见着小帆子的后舞帆 转体360度 比姚金南的少转了一圈 这样她的起平分 是从5分开始起平 但是她完成的还是比较好的 只是落地都一小步 迈了一小步 但是难度架子 是比较低的 在第一组的六位运动员当中 只有姚金南能跳5.8 其他的五位选手 预赛都只能跳 就是预赛跳的都是5.0 因为见着小帆上板的这类动作 也是前苏联运动员 尤尔清科 首先在这个项目上发明的动作 所以也称为尤尔清科跳 在国际赛场上 女子全能要想争夺奖牌 或者前几名的话 跳马这个项目 我们的对手 像美国 俄罗斯 和罗马尼亚 基本上难度都在5.8以上 还有或者是 像美国队都是跳 当年的6.5 现在的6.3 6.3米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5.8是多180度 所以电视观众在看跳马比赛的时候 转的周数 如果见着小帆上板的 如果面向马的 那就是360或者720 如果是背向马的 或者就是540 或者是900 肖康松干得分13.73分 下面再来看一下 肖康军的跳马 好 肖康军采用的是 剑着小帆 上板 肢体后攻帆 转体540度 你看它是背向马落地的 落地也是动了一小步 这个动作的起兵分是5.3分 比它预算难度高了 0.3 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之前伤身松的5.0票的13.743分 现在我们来等一下肖康军 刚才5.3的这个动作得分 今年的体操式典赛是在9月底10月初在比例时举行 那么是单向式典赛 没有设团体 有个人项目 包括个人权能和个人单向 得分14.10分 目前仅次于 姚金南排在第二 好 下面要看到的是上海队的 谭思兴它的预计难度是5.0 也是360 好 我们看这个谭思兴这个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在落地的时候往前迈了一大步 并且一只脚出了垫子以下 这要扣分是严重的错误了 现在的规则的扣分 是小错0.1 中错0.3 大错0.5 如果是手伏地或者坐屁股 这就要扣一分了 你看我们看到它的手已经伏地了 另外又出了边界 一只脚出了边界扣0.1 两只脚同时出去就要扣0.5 现在的跳马的落地区域是成一个放射状 也就是跳得越远 你的落地区域越宽 在落地区中间有一条中轴线 最标准的 先看得分只得了12.10分 那么最标准的跳马落地是 最好是一边脚在中轴线的一边一只 下面是吕佳琪 计划难度依然是5.0 跟刚才的弹势心做的是一样的动作 好 他也完成了 往后迈了一步 但是腾空的高度有所欠缺 跳马的扣分 一组扣分的主要因素就是 一个是第一腾空的高度 还有撑手 第二腾空和落地 还有空中的姿态 这都是主要的一些扣分元素 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高地杠的场地 这一轮比高地杠的是 越赛排在第七到第十二位的运动员 黄秋爽正在比赛 在运赛上 他的四项左分排名第八 好 我们看今天黄秋爽的高地杠完成得非常好 他在高地杠上完成了 有几个就是以中国运动员命名的转体动作 B转 就是利文静转体 还有零转 零节转体 还有一个零力 零力转体 这都是以中国运动员的命名的 高地杠是他的强项 这次呢 他还要 还进入到了高地杠的单强决赛 运赛这一项成绩是排在第六位的 他的下法是 直体后空翻两周 下法很稳 直体后空翻两周的下法 也是一个地主的难度 我们来看一下 呃 吕佳琪跳马13.367分 目前的排名是场上的四块场地加起来的排名 那么他在本组内 也就是比跳马的这六位运动员当中呢 他这个得分是暂列第三的 姚津南跳了个第一 商春松跳了个第二 他跳了个第三 黄秋爽14.067分 目前排在第三位 因为每个项目的起评分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全能的比赛基本上要比到倒数 第二轮 也就是第三轮的比赛 才能看出一个 大概的一个名次的分裂 接着来看 高地杠 江苏队的周琳琳 这也是一位年轻的小将 第一次参加全运会的比赛 预赛总分排名第14 做了一个帕克攻翻 这也是一个地主的动作 他在做前攻翻抓杠的时候 掉下了气线 后摆 分腿 躯体前攻翻抓杠 掉下气线 这个动作也叫夜格尔 那么在昨天的男子项目上 单杠项目上 男选手完成这种 直抵夜格尔还能转360 是一个非常难的动作 我们看他的下法采用的 也是直抵攻翻两周下 但是他在下法震浪的时候 有分腿 这按规则也要进行扣分 我们看运动员在做高低杠的过程中 他有不同的握法 有正握 正反握 扭臂握 所以不同的握法 它的难度价值也是不一样的 扭臂握完成的动作 要比正握和反握 要高一个阻别 女子的高低杠和男子单杠的握法 都像刚才夜之导介绍的那样 那么有区别就在于 男选手是转体之后 以结束的握法来定难度 女选手是以转体之前的握法 来决定难度 而且这个杠也不太一样 男选手的单杠比较细 女孩的这个高低杠比较粗 男子的单杠是金属的 它是合成钢的 女的这个高低杠 它是有钢心 但是它是木质的 大家如果一会从回放中可以注意 注意看一下 男选手的单杠 这个拇指和四个手指分开握杠 而女孩是拇指和四个手指 并在一块握 因为杠比较粗 这些选手从画面上就能看得出来 年龄特别小 如果你走过他们身边 会发现各自更加娇小 因为这次全运会的归程里 它允许有两个年纪小的运动员 参加比赛 按国际比赛是必须要达到16周岁的 周 0011点767 现在马上要出场的是湖南队的真实棋 直接跳上高杠 两个一组的转体之后 接分腿的叶格尔抓杠 翼翼地的连接 帕克空翻的换杠 增杠弧形换卧至高杠 团身炫下 团身炫下也是一个B组的难度动作 下法必须达到B组以上 才能拿到组别的0.5的组别分 如果B组以下的话 就只能拿到0.3 C组是0.3 如果是A组和B组的下法 就拿不到这个编排的特殊要求的0.5分了 一套动作的难度分是由 女子项目18个最高难度 还有一个编排分 就是那2.5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连接加分 这来构成B分的三个方面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轮的比赛 第二组 第二组就是预赛上的成绩排在第7到第12名的运动员 女子呢是高低杠平衡目自由超 是由8个动作组成 如果你完成了7个动作以上 它是从1分是从10分开始往下扣 如果你完成到5至6个动作 那就从6分开始往下扣 如果你只完成了3到4个动作 就从4分 你要做了一两个动作 就从2分开始扣 如果你没有做动作 那就第一分就是0 选手在器械上完成的动作 比如说可能有11到12个 就是把A组都算上 但最后是取难度最高的那8个 13点734分 高低杠项目还要有第6位选手上场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北京队的王延 王延跳马还是很强的 他和他们的队友 在这次的跳马的预赛当中 是他的队友李怡婷 两个人都能跳一个6.0 王延推荐马 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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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面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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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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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昨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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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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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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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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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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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7 现在是 现场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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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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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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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